算機率 次數的話呢 那我們這個地方會用 插入函數裡面 上禮拜用的一個叫統計 統計裡面的話 你可以往下找 C開頭的 count if 這個函數 那不過count if 它會要兩個參數 一個是range 一個是quiteria 就是它的那什麼 條件 那條件意思就是說呢 你要找什麼號碼 比如說號碼是E 所以第二個這個 那range的話指的就是 101年那個範圍 那我講過啦 如果說101 那你可以這樣子 選它之後的話 這個range 切到這邊來 然後再把這個 這樣再選起來 不過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你要這樣選 我覺得還是不太方便 所以我上個禮拜 這樣子選 它會帶過來 不過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有時候喜歡用F3 F3按下去 自動會把那個範圍 就調過來 但是會需要多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呢 先取消一下 就是先把這個範圍 怎麼樣 先選起來之後 有沒有 就是這個整個範圍 選起來之後 然後做什麼呢 在公式裡面 給它一個定義 一個名稱 以後你這個範圍 就按F3 就可以不用再拉過來 尤其是你經常會 需要選那個大範圍的時候 這個是非常有必要的 為什麼 因為以後的話 就用一個名稱 來代替那個範圍 OK好 那這邊的話呢 記得要選的時候 不要選到上面那個 這些東西 就選那個號碼部分 第一個名稱 比如說這個叫開講101 假設101 叫做開講101 OK一個確定 那當然同樣的方式 你也可以怎麼樣 再把102給做一次了 就叫做開講102好了 那如果要統計它的 這個號碼出現的次數 其實就非常簡單 就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統計裡面 我們一樣就是找到那個 conif這個函數 那conif這個函數裡面的話 如果說我只想要知道說 這個按F3就好了 有沒有 開講10U出來了 然後呢 它的號碼 哪一個號碼 1號 它出現幾次呢 按確定 總共出現7次 就是這麼多號碼 裡面大概 它就是出現17次 那當然你如果點兩下 底下的全部的 哪一個號碼 出現的次數 就通通出來 不過我們要的 不是要次數 而是要機率 所以機率的話 變成說你必須 還要再除以 這個地方還要再除以什麼 除以 總共 總共出現的那個 就是 總 這前面101年 總共有幾個號碼 全部的號碼的意思 那我怎麼知道 這個範圍裡面 總共有幾個號碼 就是從 開講號碼這邊 總共7個號碼 總共有幾個呢 當然你 不需要算 總共大概是99次 7個 當然你可以99乘以7 不過這樣 這樣算出來好像不太 不是我們要 那如果說你要用 Cons來做的話 有沒有 剛剛有講過 你可以除以 那這個地方的話 因為第二次使用那個函數 你可以從前面這個鍵頭點一下 那找到什麼 統計一樣 找到那個Count 那這個Count的話 接下來你直接給它這個 再按一個F3 有沒有 開講101 也就是幫我算一下 這個範圍裡面 總共呢 有多少個數字 其實也就是開出多少數字 意思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那其實它就6963 按確定 OK 這個時候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機率就算出來了 有沒有 所以其實總共有幾個號碼 開1的號碼有幾個 就相除就可以了 再來的話呢 我希望做出來的那個效果 類似像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 就是萬分之 有沒有 多少 那這個格式怎麼做出來呢 實際上非常的簡單 以後的話 如果你要做出萬分之多少 你按右鍵 在這個儲存格上按右鍵 儲存格格式裡面 你可以去找找看 當然如果裡面已經有內建的格式 你就用內建的格式去處理就OK了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當然裡面自訂格式裡面有格自訂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有沒有 自訂 但裡面應該是沒有我們要的格式 所以你可以自訂一下 那自訂要怎麼自訂 特別注意 通常那個格式裡面 問號就是表示什麼 問號就表示你現在儲存格裡面的值 那比如說我今天裡面的值 我希望讓它顯示最多五碼 然後呢 空一格 再一個斜線 再空一格 如果你要是萬分之多少的話 你可以再給它一個 就是一萬 加在後面 那也就是說各位可以看到 萬分之多少 它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前面的值給帶出 就是後面加一個一萬 然後前面的話呢 自動幫你把二四五給加上去 OK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完成這個動作了 有沒有 向下 那機率就馬上算出來 而且格式是我們要的 另外當然102年也是一樣 所以102年做也蠻快 就是直接點這邊 按SHIP鍵 然後Ctrl SHIP向下 一樣怎麼樣呢 在公式裡面定義一個名稱 這個就開講102好了 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再給它一個開講102 按個確定 那這個範圍定義出來之後的話 要怎麼分析呢 其實好像應該可以把這個公式 Ctrl C一下吧 然後取消 切到這邊 Ctrl V貼上 它其實應該可以改什麼 開講102就好了 有沒有 這樣不是比較快一點嗎 不用再重做了 因為它其實只是抓那個範圍 名稱不同而已 OK按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就算出來 再來格式 要把它做成像這樣 當然你可以重做按右鍵重做 或者是應該用複製格式 會比較快吧 複製一下格式 然後把它點它一下 OK 然後就點兩下 就OK了 然後再來的話 合計的話 實際上就是把兩次的機率加起來 這個加這個 然後把它打勾 就算出來了 再來的話排名 應該很簡單吧 這個排名的話 我們可以用Rank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找那個 Rank這個 其實也是在這個 全部裡面 你找Rank Rank 在全部裡面的話 你可以找那個Rank函數 那我們找全部裡面的Rank 這個Rank函數 那Rank函數呢 基本上也是兩個參數 三個參數 一個是Lumber 一個Ref Lumber指的就是說 這個的機率是多少 核計的機率是多少 按確定 那Rumber就是它的機率 第二個Ref指的就是說 它這個機率在全部的範圍 Ref指的是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你可以 你也可以再建立一個叫核計的名稱 或者是說乾脆直接選好了 直接直接選 往下選 把這個範圍給選起來 然後記得這個範圍要按F4 把它鎖起來 不過如果你用名稱的話就不用F4 為什麼 因為它名稱一定是固定的 那Oder的話呢 它這邊有跟我們講 零或省略表示遞減 那E的話 其實其他我一般習慣就用E 就表示遞減 那一般的話排名應該機率高的 會在上面 所以越來越少 那應該是什麼 遞減 所以遞減的話 零或省略表示遞減 那就是零或省略 如果你懶得打的話 你就直接按確定就可以了 表示就是遞減 所以排名的話直接怎麼樣 直接往下填滿就OK了 那不過最後 假如說我希望做出什麼效果呢 因為我現在去那個 等於是去買那個 那個什麼 去買那個 這個這個 樂透彩 OK 那我希望 可不可以提供給我七個號碼 那我就利用這個七個號碼 去買這個樂透彩 那怎麼知道說 前七名 比如說各位可以看到 前七名 假設最後我們再加一個效果 說我希望把前七 前面七名的這個排名 幫我用不一樣的顏色 就是標示一下 這個好像在前面有點像 那個禮拜六禮拜天有沒有 類似的做法 禮拜六一個顏色 禮拜天一個顏色 那這個也是一樣 只是禮拜六禮拜天 我們是用一個什麼公式有沒有 那其實在這邊 可不可以用類似公式的做法呢 當然可以啊 方法差不多 如果你今天 希望把前七名的顏色更改為 比如說黃底 紅字好了 那怎麼做 那以前比較笨的方法 當然一個一個慢慢找啦 當然比較聰明 可能就排序 排序 然後再排一下 可是最後還是要把編號再排回來 其實還蠻不方便的 最快的做法應該是 在這個地方設定格式化條件 有沒有 還是一樣新增一個規則 那這個規則一樣是由公式來決定 那一樣喔 就是說跟前面做 如果你還有印象的話 等於 那由第一個當基準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把一 這個是多少 一二當基準 如果一二這個儲存格 它的條件喔 是怎麼樣呢 小於 小於八 或者什麼 其實就小於等於七好了 這樣會比較好理解 也就是說呢 如果裡面的值 它是小於等於七的時候 那要做什麼事呢 就是做一個格式 這個格式的話呢 我希望它的顏色改成紅色 它的底色改成黃色 就類似像這樣子 回來 類似像 然後按確定一下喔 就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格式 那條件的話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 好 這個條件喔 OK 這個應該跟那個 我們前面做的那個 就是禮拜六禮拜天 其實還蠻接近的 所以這種做法可以用在 很多地方上面喔 然後按確定之後我們看一下 那這個時候七個號碼會不會自動幫我換個顏色呢 有沒有 你會發現七個顏色馬上就標示出來了 所以你就知道要簽幾號了 有沒有 就12號 21號 27 28 這幾個 那當然如果你的數據月夠的話 因為這只有101跟102 那如果說 你可以把歷年來 假如說從台彩開始 到現在為止 那你可以從網路上自己去抓所有的data 這就是大數據嘛 而且是開放的資料 這個沒有 沒有什麼任何的隱私 那你可以拿來做統計嘛 不過當然 這個只僅供參考啦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總共有幾個重點喔 第一個 就是格式做成這樣子 那裡面兩個函數嘛 一個是count者 那用一個名稱 用一個名稱 現在會比較簡潔有沒有 OK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說把它加起來 兩個相加 最後做個排名 那排名的話呢 最後再把顏色變更一下 細節部分的話 我在雲端上有放了一個檔案 其實在這邊已經有個答案了 如果你們回家有看的話 這邊都有 剛剛的畫面 我都把它拍照放在這邊 所以你要參考一下 應該都做得出來啦 OK 好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這一題 主要就是幫各位 以後如果說你要統計 統計某一個數字 或者某一個資料 它在整個大範圍裡面的機率是多少的時候 這個就很簡單了 那只是用了兩個函數 一個叫count count是算全部有多少個資料 這因為是數字 所以我們用count 其實用countA也可以啦 因為裡面其實都是數字 count是算裡面有多少 但以後如果你要算的不是只有數字的話 可能文字 可能日期 可能是其他的資料 那都可以用count來做 那countif是算說 它如果裡面的資料等於 你前面的那個要查的資料的時候 總共有幾次 那可以算出來 這個其實 這個範例其實還蠻好用的 再來第二個就是格式 萬分之多少 以後如果你要顯示 類似萬分之多少 這樣的格式的話 可以參考 用我們剛剛講的方法 那第三個就是那個 我要查出 因為要醒目一下吧 就是有些東西到底最後結果 我最重要是要找到 機率最高的七個號碼 因為我等一下可能要去買彩券的話 要當成參考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顏色做醒目一點點 那所以這個方式 其實用在各行各業 其實都也受用啦 你說股市資料不也是差不多 你可以去統計它一些相關的一些數據 最後當然你可以有個歷史資料 這些歷史資料 其實網路上應該也都可以調得到 那你可以去統計 那當然就會有一個數據出來 所以其實這年代就是在開放資料 其實現在慢慢你會發現公家機關 私人機構都會有陸陸續續開放大量大量的資料 那這些資料其實都是免費的 而且是公開的 但是問題就是你要在這麼大量的數據裡面得到一個最後的一個參考結果 當然就是可以 比如你將來要做簡報的時候 這個就是簡報裡面非常有力的說服資料 因為有時候你要講一些東西 你有沒有一個很強而有力的一個這個支持 一個支柱其實都是你要非常精確的數字 數字來源等等的如果都是非常的客觀的資料的話 我想這個就非常有說服力 怎麼樣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實際上非常的簡單 所以這個技巧大概沒有幾個啦 不過這些技巧都非常的重要 而且很好用 另外像定義名稱這種 定義名稱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用到 還有一些格式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說怎麼樣把最後這個結果給做出來